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大卫sir 请大家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失散的话 请你重新订阅 记住 按个小铃铛 还要按全部的按钮 那你就可以收到我的视频通知 请大家在社交媒体上广传我的频道 或者我的影片在这里 多谢大家 让我们看看这次赤之大的运动 大部分示威者的诉求集中在两点 第一就是乔治和弗洛伊德的死土匪公道 第二就是杜绝种族歧视 但是告诉你听 你这些要求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没有怎么去通过改变政治规则 你上面那两个要求都没有触及到政治规则改变 所以我说他来说 可能过几年又来过一次 其实他们做过的 之前有一个叫黑炮党 有 七十年代的 黑炮党是当时有一帮黑人的教育水准比较高一点的 他们尝试过通过改变政治规则 去达到自己种族的诉求 还有这些我想停一停 其实在赤之大国里分的就是白人 黑人 亚裔 亚裔 包括韩国 东方国 还有那些 南美 南美 其实在这个 所以你去到那边 虽然说是种族歧视 种族歧视也有种族歧视 因为黑人觉得他是在草生草长 所以他比你们外来的移民是高一等的 其实这个黑白党是一个 这个赤之大国 一个黑人团体来的 在1966年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牛敦 纸牛敦和叶诺苹果吃了那个不同 还有西尔在加州奥克兰创立的 而且当时那个党派是设置大国 是属于左翼政治团体来的 他不止有政养 有组织 有纪律 有保护 还有他是熟读 云产主义是善用阶级救争 全集一切 七十八十年代都有很多他们的新闻 因为他们做了很多社区 穷的首歌 提供免费早餐 给一些社区的民众 普及政治的教育 教他们很多 因为很多人不懂政治的 他们就会教他们的 政治里面你有什么权益 有什么可以争取的 当然现在在香港 很多人不会碰到政治 不知道 所以就被人有机会进来玩 你不玩政治 别人跟你玩政治 还有很多演讲 去评击 这个赤资大国 那些资本家 如何去剥削劳工 如何疯狂去剥削 根据这两位仁兄 他的初衷想将黑派党的宗旨 去打击那个种族主义的 还有不公平的 压迫的 为赤资大国底层的黑人 争取最公平的待遇的 其实他们那帮人是很有实力 还有很宣扬 那个完善的革命系统 他们是以马克思主义 为基础的 但是你现在听不到他 由于赤资大国的情报机关 多次地向这些领导的人 去暗杀 所以这个黑派党就没办法了 要放弃这条道路 最终就消失了 总之你对这次大国不对的 左手左脚他就杀了你了 等于他常常去暗杀别人的国家领导 就是这样而已 其实我们看回一样东西 就是说罗伊德克死了 直接原因就是警察 当然这个就是权力过大了 其实一样东西 歸根到底都是阶级斗争议 而是受到黑奴贩卖的历史影响 超过90%的黑人 一直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而你说在一个赤资大国 一个高度的资本化国家 你没有钱就是说你没有良好教育 如果黑人就读的大学是不超过50% 你没有优越的学历 你就没有优越的条件 而你出来做事那里是因为他们很仇视的歧视 所以变成两个人同感那么好的时候 他都会选一个白人 就不会选一个黑人 所以在那个就业那里 黑人拿到那个叫高薪 属于说中等阶级 只有15% 所以由于这样的时候 你继续一个社会的矛盾在那里 所以大部有些黑人就在底层工作 有些黑人就去加入帮会 有些黑人就去索性去犯罪 这个赤资大国的制度 基本上是落后和野蛮的 这个制度 因为在这个社会的个体里面 在各种政治运行中 你要将他们在一个国家 你要去凝聚一起 那你当然要找一样东西 将他们绑为是这样的 有些国家 或者是以民族认同感的 像是罗八角那样的 有些国家就是用一个共同的信仰 像是苏联 用苏维埃主义 有些国家是用文明的 全盛 就像是东西大国那样 但是呢 这个赤子国呢 维系大家的国家呢 是什么呢 就是靠钱 钱 所以我听过很多人说 你有钱去银子大国是很好的 如果你说创业 现在一定要去东西大国 基本上去银子大国是没有机会的 我有些朋友呢 他在香港是做会计师的 是 当年97年就去了这个赤子大国 是 那他只能做什么呢 做一个公司里面一个会计 他们是有好的机会 是会留给自己白人先的 以为你在香港 在香港 去到那边 就做二等三等公民 他生活你说好吗 那又不是的 因为我去到 看个朋友 我说 够钟吃饭了 他说 你们都不走呢 他说 不是啊 我们等两点半 茶餐时间 我说 不用了 我请你了 我开公司了 你想啊 他们要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有空 在报纸上 看看有什么廣告 有什么减价的 那支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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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们买东西 又不是我 我们在香港 你喜欢什么时候 去买东西 去买东西 他们等着 什么时候这家 百货公司大减价了 OK 走去买 就是这样的 赤子大国警察 是不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呢 是不是 你说不是的 如果你是住在赤子大国的 叫安全区 是 何谓安全区 安全区 就是有钱的地方 有钱的地方 那些的受保活平 所以很多人 其实说 我们会觉得 是值得庭庭的 就是黑人和人肥安人 因为他没有办法 他是历史的 是 如果那些人 你说自己去移民 你又不清楚 去宣誓 是 其实 真的恭喜你 哈哈哈 在赤子大国 其实他那些人 都是和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 不同肤色组成的 如果他怎么能够正常运行呢 於是這個始大國的社會機制就每時每刻去賺錢 政府去賺錢 所以在他爭霸之前在舊社會的時候 他就用西進行運動去獲取金錢利益制 例如那時東強池政府的資本家用暴力和血腥手段 去掠掘紅印第安人的財富 去滿足他國家的統治階層的衛口 和維護國家的運轉 在他爭霸後第二次世界年之後 這個始大國在各方面的統治地位 成為了始大國的社會列挫金錢的主要途徑 他通過金融的資本 通過銀霸權我們講過 對社會的經濟周期性剝削 那麼那個產業的資本就通過技術 高度壟斷大量的市場 那麼還有呢 就收那個知識產權費 由壓低給你們做加工 壓低那個 因為當時那個全球化是 找全世界最便宜的地方生產 搬去那裏做生產的嘛 那麼中產階級就通過這些這樣的方式 那麼就變成了他可以有那個 日理的效應 那麼他也可以得到那個高薪厚積 就業的崗位 那麼他可以拿到一些 平價的生活用品 那麼那裏就是 始大國的那個模式的設定 所謂什麼全球化那些 你猜他真是這麼好死 為世界人民去著想 其實他主要都為他自己著想 其實始於大國的人都經常說 胡問自由 我是經常給你意見的 你不跟我又不高興 但是跟了你之後有什麼事 就是你自己負責 今天我聽韓湘龍有句話說得很好 簡單說得操縮一點點 我要對你施暴 你不可以施暴 這個男性對你施暴 你不可以施暴 你不可以喊 你只可以逆來順受 事後要報仇 沒有得報仇 總之聽聽話說 這一個就是所謂 赤子大國的霸權 這些政府 這些統治方法 應該存在在世上嗎 我們看看過去幾十年裏面 結構了這個 赤子大社會的四大階級 除了是最低層收入的群組 沒有獲利 其他三個都是有收益的 所謂的四個階層 屬於金融資本 產業資本 中產階級 和低收入群 現在最糟糕的是 低收入群的那幫人出問題 大家都知道 但雷鋒長一上來 其實有很多事情出問題 到他的時代 內保的結構已經實行了 因為由於那個 新興國家的影響 他的霸權 那個形式 再向外面獵財 已經很多地方做不到 於是出現了 在漠系裡 跨國金融的資本家 獨大 這個產業資本 中產階級 都沒有問題 而且現在基本上 他們幾個階層 特別這個低收入的階層 都對現狀 是不滿 是 是 像你現在金融 產業 中產那些 沒有以前那麼好的 中產階級那些 其實已經有20年 是沒有加薪 沒有想不得 而是調算我 立而其來的疫情 真的雪上加霜 在經濟、醫療、消費、就業各個層面 都將這個 這個 的 社會矛盾 全部現在推到最高點 如果是他繼續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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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HTTP 它們都是很可 chew 是 很容易迷惘的 很容易迷惘 的 就沒有了 反而 調轉 他們就像我們香港這樣 我們沉著不棄 如何改建 Lives científic 的 在香港發生的事情 有是什麼的 核心的問題 在教育 是 在我外圍的人 有人進來的23條 如果它裡面是這樣的 平心靜是有一幫人去搞政治改革 這些事情反而突然就害怕了 因為你這樣搞的時候 你還會拉很多不同的團體 給它是壓力的